再來看高雄鎮壓的辛亥路 早上因為市民出巡 放這麼多泡垃 附近農事業 基本是表示廟宏有三千六款 空氣部分 空氣污染的部分 是環保教的業務 最後廟宏也讓環保教開出三點的法庭 最多是要花十一萬兩千塊 禮拜登島過島超過五百公尺 回來的高雄鎮壓庫辛亥路館店 站起來後我們風景協物 全國國白煙搭掉的 民眾破萬分行做新的空屋 效應也非常大 人造成真的困難啦 太多了啦 拜登島一見到 買樓又看到很多泡垃瓣 後做成的分色 民眾只會等自己拚了 少人多 時可而已 少一點還有所謂 但太多人都受不了 我聽到泡聲的時候 馬上樓上的窗戶趕快關掉 那個煙很大 那個真的 房子會震動 地上會震動 地方表示這個外交有核發的路線 不過學村進政務要求主辦單位要檢測放炮 環境出現在壓批當中 事務就要轉停來修正 已經占對交通違規的部分來開發 不過空屋不是營館的環圍 要由環保救來採發 全程編排警力 執行安危及交通疏導勤務 並於當日進行舉發交通違規二十一件 營放鞭炮致產生明顯立狀污染物 違反空屋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令炮穴位清掃 違反廢清法二十七條規定 環保救揮營當天有夠限定來掲握 認定地放炮是違反的空屋法 炮沒清理是違反的飛清法都已經開發 經過早前放炮不是壓批當中的公廟 廟風揮營當天是其他的優廟來設計 親親者是在宿林站在宿舍的宿舍的宿舍的宿舍廟 但是在市前往沒人應問 不知道他的回應 現在王劉婷領交款更補得 換他兒子 像是金他被迫認在宿舍的宿舍 可以再寻婆家 看你沒有,你也應該沒有 他兒子 沒有,你相信 我可以再寻